纷繁事实,俄乌战争让今天的世人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狂有语,人狂有祸的道理,以及千年前苏寻六国论中的预言。 一向埋头赚钱的金融大鳄索罗斯直白预言说,普京、习近平的厄运到了,不仅呈现在世间的现实预兆,还有七个月内连续三次出现的预言土星的回忆天象。 大家好,我是奇闻,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在朋友们的思想中,像是金融巨额索罗斯这样的老谋深算的重量级人物,除了赚钱,除了金融,至于其他的,那还会有什么能够轻易吸引和转移他的视线的呢? 但是呢,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在这个前不久,在德国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上,索罗斯公然宣称,俄罗斯将在乌克兰战败,并导致普京的国家瓦解。 不仅如此,他还宣称,说虽然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掌控所有的镇压工具,但不可能长期掌权,习近平的政治军事强权梦想也不会实现, 而且中国还将面临政权更替或革命,这两大预言震惊各界。 那索罗斯的话,从天理人情,历史与现实上看,是不是蛮有道理的呢? 朋友们认为如何呢? 千年之前的中国诗人苏巡在他的《六国论》一文中说 那这段话的大意就是说呀,面对强大的秦国, 诗侯国们出于对强大秦国的恐惧,各自争相贿赂秦国。 今天割掉五座城,明天割掉十座城,才能睡得一夜的安稳觉。 明天起床,一看四周边境,秦国的军队又来了。 既然这样,那么诸侯的土地有限,强大的秦国的欲望永远不会满足。 诸侯送给他的越多,他侵犯的就越急迫。 所以用不着战争,谁强谁弱,谁胜谁负就已经决定了。 那么,面对这个强敌,相信很多人就会像六国的国军那样, 选择绥靖和妥协。 朋友们可以试想一下,面对算不是怎么强大的塔利班, 即便有美国撑雕的阿富汗总统阿什拉夫加尼, 不也都选择了抛弃国民,全款逃跑了吗? 然而,疾风之禁草,板荡石成城,那真正的英雄还是有的。 朋友们都记得,2022年的2月24号, 俄罗斯对乌克兰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刻, 世界各国,就包括美国在内,都在对泽林斯基势意赶快弃国逃跑。 除了前英国首相约翰逊之外, 有谁会看好乌克兰的命运前景呢? 乌克兰已经丢失了他们的特里米亚, 如果没有泽林斯基誓死如归的坚定信念, 乌克兰笃定就会失去他的四个州, 继而失去全境,就像诸侯六国那样, 屈服于强权和暴力,失敌亡国。 乌克兰的奋起抗争,保家卫国,扭转了整个局势, 谱写了得道多助,世道寡助的历史篇章。 泽林斯基即便他没有读过六国论, 那他也森得其精髓, 他知道一个道理, 对俄罗斯懦弱就会挽国。 德乌战争不仅是二战以来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也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 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最激烈的对抗至今遥遥无期。 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表示, 美国已正式认定俄罗斯犯下了危害人类罪。 美国总统拜登也在2月20号, 俄乌大决战前夕, 突然闪电访问基辅, 创下美国历史, 清除传达美国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极大鼓舞着乌克兰人的士气。 俄乌战争然然成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对垒, 民主与强权, 正与邪恶的对垒。 一方是美国北约为首的五十余国, 另一方是俄罗斯、中共国、伊朗与朝鲜为首的极权势力, 正所谓物以类聚, 人与群分啊。 这场战争已经不是区域紧张那么简单了, 它不再单单是俄罗斯、乌克兰两个国家的事情, 而是事关政协上恶的大决战。 索罗斯认为, 俄罗斯军方只会无方装备落后, 而且士气低落, 这迫使俄罗斯总统普京转而依赖 巴格纳集团的雇佣军来对乌克兰实施攻坚作战, 短期内似乎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乌克兰一旦接受了西方承诺提供的新武器, 便在今年的春天拥有一个进行反攻的短暂时窗, 切实很可能扭转战局。 索罗斯表示, 前苏联国家迫不及待地想看到俄国人在乌克兰战败, 因为他们希望确保自己的独立。 这就意味着, 乌克兰的胜利将导致俄罗斯的瓦解。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 索罗斯表示, 习近平明显是一个大输家, 与普京的秘密关系对他有害无利。 索罗斯认为, 习近平的绝大部分难题都是他自我折腾所致, 而动态清零极端防疫政策则是最大的错误, 不仅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而且把他们逼到了公开反抗的边缘。 习近平后来在压力下突然大洒把势的解封, 导致了疫情飙升更是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 动摇了民众对共产党的信任。 索罗斯表示, 短期看, 习近平将持续掌权, 因为他牢牢掌握了所有压迫的工具, 但是我相信习不会终身掌权, 而且在他掌权期间, 中国也不会随他所愿成为全球主导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 目前的形势已经让政权更替或革命的条件完全酝酿成熟, 但这只是一个隐晦过程的开始, 其影响将在一个漫长的时间中被感受到。 在这个美中贸易战之初, 中共的外交战狼凭着意识的冲动跟美国翻脸, 翻脸之后又后悔认衰, 认了衰又挨打, 挨了打又要忍气吞声。 忍气吞声之后不接受教训, 如此循环往复, 至于自己过不去。 与此同时, 又对日本、韩国动粗, 把日韩都推到了美国怀中去, 再与澳洲、印度交恶, 对欧盟指手画脚高声大嗓, 惹人反感, 促进美欧联手。 直到最近, 连东南亚这些小国家都得罪完了, 派军舰入侵菲律宾国海域, 用激光射盲人家的士兵, 贪图一时的痛快, 迫使菲律宾把自己的军事基地 都划给了美军使用了。 中共国两会的召开, 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 虽然这看似所有的权力都集中于自己一人之手, 但他仍不放心。 在两会的前夕, 新华社向全国宣布, 说中央基层的所有的高级领导人都要向党中央和习近平书面述职, 而且按照这个规划, 一些重要的职能部门, 例如像是公安部、 安全部, 甚至是港澳办等等, 都将从国务院系统划出来, 直接归属中央直属, 国务院也将沦为习近平的众多办公机构之一, 国务院总理这个职务, 充其量就是习近平的办公室主任之一而已, 至此党天下变成了不折不扣的习天下, 习毫不顾忌地成了不叫皇帝的皇帝, 地质不一定就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自我宣布为皇, 地质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安排, 就此而言, 今天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呈现地质的制度特征, 但是中国已不再是15年或是20年前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国家了, 中国经济下滑幅度比国内许多人所预期的要残酷得多, 去年全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3%不到2021年的一半, 更远低于中共自己制定的5.5%的目标, 中国的31个省市去年的财政收支全部都是赤字, 可谓是开门一片红, 美国的房地产富豪格雷厄姆斯蒂芬在推特上说, 中国经济正处在几乎彻底崩溃的边缘, 去年的8月份, 中共的财政部发出通知, 强调要坚持把过紧日子要求贯穿预算执行全过程, 台湾的政经观察家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畴在其新书《后中共的中国》中定义, 当中共的每个行政单位的财政都是赤字, 中央也没钱填补的时候, 若持续24个月, 中国就进入了后中共时代。 石板明夫日前在一个新书座谈会上表示, 中共正面临其建政以来最复杂最多变的时代, 现在台湾面对的或许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共国, 而是一个即将快要撑不下去的中共国, 一个后中共时代的中共国。 因此,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将面临他的前任们都没有面对过的巨大挑战, 因为他不再拥有他在之前十年执政期中所拥有的所有杠杆。 天欲使其亡, 必先使其狂。 那以上只是天欲的时间表现而已, 而真正的天线变化也已经显露仙照。 在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月延途径的天象, 期间有瘟疫、战争、饥荒导致人口锐减。 李晨峰在《以四瞻书》中说, 月形与土同锈而食,国以饥荒,月与碎星同光,既有饥荒。 月形与土同锈而食,国以饥荒,指的是当月亮在土星的宫位上发生月时时, 会导致国家发生饥荒,甚至导致国家灭亡。 月与碎星同光,既有饥荒,指的是, 当月亮与碎星,就是木星或土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中时, 也会导致饥荒或灾难发生。 1637年的11月21号,北京能看见月延土星的天象。 一年前的1636年,皇太极建立清朝。 1644年的2月11号,北京再次发生月延土星, 清顺至在当年陆关占领北京,明朝灭亡。 明末从真年间经济衰退,党争不断, 有四年大饥荒。 再加上战争与瘟疫,明朝巅峰时, 人口约2亿人。 明朝灭亡时,瑞减到约1.2亿人, 损失约40%。 而即将到来的2024年龙年的7月24号, 10月14号,以及2025年的蛇年的2月1号, 连续三次月延土星天象, 七个月内将罕见出现在东华地区。 那是非同小可的,预指着什么呢? 也许就预示着在此前后将有人口锐减、 大饥荒与改朝换代的发生。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朋友们对奇门的话题感兴趣, 就请点赞、留言和订阅。 天马行空天上地下街谈巷说。 感谢朋友们的陪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drauf in! 请不吝点赞、订阅 millimeters, 订阅它们与大饺头和东华地区。 请不吝点赞、订阅懒 scoop。 支持明镜与大饺头和视频和声赞、订阅電子区。